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2月28日 今天想和大家探讨一下在国际组织里面 哪个国家占的席位最多和影响力最大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到昨天有一宗新闻 中方批评美方干预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选举 但这宗新闻没有详细说美方干预选举的理由 只是说了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代表陈旭批评美国 向中小国家施压,阻止这些国家支持中国提名的候选人当选 他们认为美国的行为不公平也不合理 当中下个月就会有闭门的投票选举 中国提名了黄斌荣,而其他竞选的人另外有五个 首先要研究一下中国在国际组织里面的影响力 现在大家看到的是台湾中央通讯社 所总结的一个图 就是说了给我们听 中国籍国际组织的高官有哪些人 我们看到从2013年开始 由中国人开始担任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的秘书长 这是首位担任联合国专门机构的主要负责人 是中国人 然后14年、15年、16年、17年、19年 差不多年年都有中国籍人士担任联合国组织的重要职位 比如国际电讯联盟秘书长一位中国人 也是150年来首位中国籍的秘书长 然后有国际民用航空组织 也是一位首位中国籍的秘书长 也是一位女性的秘书长 之后就是世界银行组织 有首席的行政官 也是一位中国的杨绍林来担任 说到联合国副秘书长 这一位现在17年 这一位叫刘振文 他已经是第九位出任联合国副秘书长的中国人 然后19年在联合国的粮食和农业组织里面 做秘书长 也是一位中国籍人士 所以我们看到中国崛起是非常了得的 就是说在联合国组织里面 担任了非常重要的职位 联合国组织里面大概有15至16个组织 其他国家 是没有一个国家 好像中国人 是重复在不同的国际组织里面担任绕织的 其他都是 比如南韩 或者日本 其他组织 是每个国家 都会有自己去选 也都不会说 一个国家 同时有几位 那么多高官 出任联合国组织里面的 我们知道这个图 其实没有反映到全部的真相 我们知道 陈逢富珍 也是代表中国 中国在2007年至2017年 是担任世卫的总干事 另外有一位叫孟宏伟 在2018年 他之前是担任国际刑警组织的主席 但后来是被中国整肃 所以捉了中国 还有中国也提名香港的前警务署长曾伟雄 担任联合国驻维也纳办事处的秘书长 兼联合国读品剧犯罪办公室的执行主任 当然那时候曾伟雄未能当选 所以我们看到现在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非常大 中国自己也说 越来越多中国人走上国际组织的领导层 原因在于中国的综合实力增长 以及世界需要中国的声音 所以现在中国参加这些组织和掌管这些组织 其实是后面有自己国家的政策和利益需要的 所以在这么多组织里面有这么重要的席位 是美国一直有点不高兴的 再说回这个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这个总干事 美国之所以反对或者干预中国人 在这个席位上可以当选 就是因为美国认为中国之前的知识产权的历史上 尊重知识产权的记录不太好 除此之外 美国也认为 譬如现在的疫情之中 世卫总干事谭德塞 就是大赞中方处理得非常好 反应及时 但是疫情真的爆发和蔓延了其他很多国家 因此美国就会认为 中国的谭德塞的态度是有多少累事 如果他早点採取那段和必要的措施 这可能会阻止整件事变得太坏太难控制 所以我们看到现在的选举下个月头闭门进行 中美两家都在不断地互相糾纏 以及中间有一些争斗是不奇怪的 不知道最后这个王斌永中国的提名人 会不会当选 我们拭目以待 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多谢你收听我的频道 我们下次再会